王一博卖货风格 不知道大家看到了没有 感觉是真的直男一样 来去都是一条龙 完全没有可商量的余地 哈哈 王一博卖货太厉害 人狠话不多系列 直奔主题报价 坚持不打折 在最新的综艺节目之中 王一博这个店员 当的可以说是省时又省力 不仅仅是成交的效率非常高 而且还获得了潘伟博和大张伟的认可 在最新的综艺之中 王一博是坚持自己的风格 总结下来就是人狠话不多 直接奔主题报价 然后就是坚持不打折 王一博的露面吸引了太多的名妹们 未明明一个个开始围着他问报价 每一个几乎都是看到了 喜欢的就直接拿下 连奖价的机会都不给王一博 当然王一博也是非常高的效率成交 见到有顾客问某一件商品的时候 他非常直接的表示这一件多少钱 然后是做什么用的 接着就开始成交模式 直奔主题报价 秒文秒卖 这样子的店员是真让人省心啊 但也有一些顾客是过来捡漏的 嫌弃东西太贵 但王一博的态度就是坚持爱心不打折 因为节目之中所有的收益 这些钱王一博解释是 我们钱是捐给公益的 不是我们自己拿 你的这些钱是有意义的钱 所以多一分也是有意义的存在 不是我们拿的钱哦 这是爱心的钱 哈哈王一博太可爱了 另外在买自己店里那只猴子的时候 王一博前一秒不卖 说这一件猴子是镇店之宝 但下一秒他就已经开始拍卖 当然是问过了大张伟老师 大张伟说所见就买 看样子大张伟也是一个财迷 而这一只猴子最终王一博 进行了拍卖的形式 从100元涨到了800元 最终成交价也是800元 不得不说像王一博这样子的店员 帅气又直接省时又省力 很多老板都会喜欢这一种店员吧 当然这一个直性子的大帅哥 也有脑子不会转变的时候 他拿出一个道具的箱子 有明媚要这一个箱子 但王一博却坚持不卖 因为他也打不开的箱子 没有钥匙 但明媚顾不了那么多 坚持要箱子 结果耿直的王一博 反过来劝明媚们 说道打都打不开 你买了干嘛 接着他把箱子放到了桌子下面 然后就进行下一件东西的拍卖了 不少网友看了之后评价王一博 他就是人狠话不多系列 做其事情来太快了 店老板一定喜欢这样子的员工了 王一博带货 人狠话不多 王一博 我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收钱机器 Peers 我们的钱是捐给公益的 所以99 这么有原则的销售人不多见了 来感受下王一博的卖货风格 直奔主题报价 秒了秒卖 坚持爱心不打折 我们钱是捐给公益的 不是我们自己拿 你的这些钱是有意义的钱 锦王一博卖货风格锦 前一秒不卖 镇店之宝 下一秒开始拍卖 坚持不卖打不开的箱子 滚直劝道 打都打不开 你买了干嘛 下一秒 拿起拳头锤箱子 试图开箱子 不愧是你 王一博买滑板轴承那里 真的很好品 300便宜点280 太贵了 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 我知道 我有滑板 所以280 你知道一件东西的价值 就要支付给他所应得的价格 很多人都知道 却也都很难心甘情愿 为所爱付出再多都值得 在你心中 王一博是和什么样的人呢 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答案 最新一期的天天向上 预告片播出了 大型脱口秀娱乐节目 变成大型带货现场 虽然少了娱乐节目的娱乐效果 但是依然还是值得我们点赞 毕竟通过这一档节目 帮助了更多的人 不过也有观众看完这一期节目之后相当的生气 因为前锋在节目中又欺负王一博了 为何前锋总是欺负王一博呢 气纳在另一个综艺节目中说出了答案 在前几期的天天向上之中 就有过让明星主持人帮忙卖货的环节 这一期和以往有所不同 这一期让明星主持人卖的东西都是二手货 而且还有很多东西都是明星用过的 看来节目组是要将这种 没看经济发展到底了 这真是难为了主持人和嘉宾了 虽然所卖的东西有所不同 但是游戏的规则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依然是将嘉宾和主持人分组了 王一博和大张伟分在了一组 王一博的任务是负责挑选货物 在挑选货物的环节 王一博遇到了前锋 在前锋的花言巧语之下 王一博以为前锋是自己的队员 听从了前锋的安排 帮前锋选了不少的货物 王一博拿着前锋推荐的产品 回到了自己的战队 大张伟看到王一博选的产品以后 有点猛圈 问王一博为何这样选择 王一博告诉大张伟 是前锋让自己的这么选的 大张伟立刻点醒了王一博 前锋不是我们队的成员 此时的王一博才恍然大悟 脸上露出了生气的表情 好在大张伟比较爱护王一博 邀请潘伟博一起帮王一博化解了尴尬 事实上 这已经不是前锋第一期 在节目中欺负王一博了 早前 王一博和前锋在节目中和张志玲一起吃饭 前锋就欺负过王一博 只是王一博没有和前锋计较而已 一直都在配合前锋 事实上也有不少观众在好奇 为何前锋总是欺负王一博 在天天向上的现任主持人中 前锋算得上是老油条了 前锋肯定不敢欺负汪涵 毕竟汪涵是老大 欺负大张伟吧 前锋的实力还差了一点 只有王一博能够被欺负了 事实上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不容忽视在一期快乐大本营中 杜海涛模仿了王一博 在电视剧中饰演的角色 杜海涛在节目中一再提及 和王一博有关的东西 现在说出了一句话 蹭热度蹭的还不够忙 虽然这一句话没有正面回答 为何前锋总是欺负王一博 但是也能让人明白一点东西 如今的王一博热度很高 基本上隔三差五就会上热搜 而且演艺事业也进入了高速发展期 今年一年的时间 就有多部电视剧和观众见面了 而且还有几部电视剧即将开播 录制的综艺节目收视率也很不错 像王一博这样的流量体 前锋自然不会放过蹭热度的机会了 历尽是综艺节目吗 欺负王一博肯定会引起更多的人关注 只是可怜了王一博了 你们觉得呢 天天向上能给观众带来看点 也总能给王一博的粉丝带来惊喜 这部最新一期节目 天天兄弟都变成了售货员 凭借着各自的本领卖货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卖货风格 其中王一博的风格便是人狠话不多 成为了卖货小能手 在这个过程中 王一博金剧评出惹人爱 坐地起家太搞笑 隔着屏幕的粉丝们哭笑不得 王一博不是第一次在 天天向上中当售货员了 每次都主宰着消费者 一点都不迁就 他说怎么卖就怎么卖 一定会有人为此买单 以至于王一博的卖货风格 跟他本人一样 也是人狠话不多 因为这次卖出商品得到的钱是做公益 所以王一博对待看价更是铁面无私 前来买货的人基本都是一口价 反正还价了 王一博也不会同意 所以很快就卖出了不少货 有一个小姐姐买一个99块的包 想让王一博便宜一点 她却表示因为做公益 所以不讲价 爱心是不能打折的 最终还有很确定的说了一句 所以99 听到王一博的这句话 屏幕前的粉丝已经嘴角上扬了 紧接着又一个顾客来了 看上了王一博的小滑板 标价300同样也想砍价 王一博没有用同样的理由 而是调整到了280的价格 小姐姐还是觉得 贵 王一博的金句又出现了 你知道它的用处吗 顾客点了点头 表示自己的玩滑板 结果王一博就接了一句 所以280 这毫无关系的因果从王一博口中说出了居然没有什么违和感 一时间粉丝也都哭笑不得了 之后外货小能手再次刷新了大家对卖货的认知 从隔壁拿来的猴子百件被人看上了 因为不是自己的东西 所以说不卖 张口就扯了一句 因为是镇店之宝 得到了大老师的允许 王一博又开始卖这只猴子了 不过却开始坐地起价了 100块起拍 见过把杂货铺变成拍卖行的吗 王一博一句话就完成了 很快面前的顾客便围着王一博 即便是他坐地起价 最终也以很高的价格卖出 真不愧是卖货小能手 王一博的货卖得很快 就连地上的箱子百件都有人买 王一博发现这个箱子根本打不开 所以就不卖了 结果对方执意要买 王一博便再次京剧脱口 打都打不开 你买了干吗 看来王一博有自己 奇奇怪怪的卖货原则 看着王一博在天天向上 终于系列的卖货操作 粉丝的反应都是哭笑不得 明明每一句京剧都没有什么道理 但王一博却说得理所当然 重点是还把顾客忽悠得纷纷买单 果然是卖货小能手 同样是卖货 王一博居然还能想到坐地起架 看着他那明明很搞笑 却又一本正经的模样 粉丝纷纷感叹 遇到这样的售货员 就应该一起带回家才对